我的要求也不是很过分 就是要求农村嘛 农村有一套别墅 一套别墅 对带游泳池的那种 然后市里面也必须有一套40平以上的 以后小孩读书也方便 存款100万左右 然后车子五六十万这样子吧 我的财力要100万 就这么简单就这些 这个简单吗 你看你这个身材也不太有身材了 也都水桶腰了 然后这个长相也一般般了呀 你这要求这么高啊 也太高了吧 我也是随便说说嘛 多箱几个说不定哪个有呢 是不是 其实跟你说实话吧 我跟我爸妈说这些条件 他们都不建议我找对象啊 不建议你找对象 那你为什么还要出来找啊 哎呀 箱十个应该也有一个有吧 就多箱亲一下嘛 那不一定我告诉你现在的年轻人啊 能达到你这个条件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都没有 我都说了我也是说说要是真的有呢 是不是 那概率太小了呢 我也是为我自己着想啊 要有那么有钱我以后生活也不困难了 也不慌了就是做梦都要醒啊 那你现在多少岁啊 我多少岁 对啊 我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也算又到大龄了 也算大龄了 可以算大龄了 难怪你爸妈叫你别来相亲了 叫你别找相亲对象了呀 要找肯定是要找的 我怎么能听他们的呢 是吧 不早有钱的呢 原来他们都知道你这个条件不好找人 那你怎么还不知道啊 哎 你就把它放低一点嘛 在农村呢 没有谁能达到你说这些要求 你说的别墅呢 最多就是前面这种房子 然后这种房子的 这农村现在大多数房子都是这种 这种装下来也不错的 是不错 但是你要求的其他存款啊 财礼啊 还有车啊 还有市里面有房啊 这些很少有人达到的 有这些才好啊 有这些我过去就舒服了嘛 不用天天想着赚钱找工作 烦死了想这些 人都过得不开心 有这些那肯定好啊 但是没有啊 没有它没办法呀 知道吧 哎呀我知道啊 所以我才到现在都没嫁出去嘛 难怪你爸妈叫你别找相亲对象 要是你不要啊 不把这些条件放那么高 可能你爸妈都会很愿意让你去相亲哦 他们以前是很爱给我介绍的 但是看到我提这些要求 他们都不敢给我介绍了 他们爸丢人了 爸丢人 那你觉得不丢人吗 你看你这个情况你还要求这么高 我觉得不丢人啊 要求高我以后才会过上好好日子嘛 是 能过上好日子 谁都想过上好日子 但是谁呢 都是自己打拼的 知道吧 我不想打拼 并没有谁像你一样的 等别人什么都有了 直接过去花别人的 用别人的 很少有人能像你这样子的 我知道啊 但是我就是不想努力 你不想努力 我也不想努力啊 那你家有这些吗 我也我也想想找这样子的女的呢 你好搞笑啊 人家有钱人也看不上你啊 再说你你是男人 谁愿意这样子 给你彩礼 给你有车什么的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那我们今天的相亲就不说了吧 我的情况我都没说 那就算了 我也不说了 我懒得说了 说出来反正你也看不上是吧 你就是没有那些条件了 对我没有 那你有什么车 车就一个普普通通的 而且是分期的 还分期啊 对啊 那你有房子吗 房子在农村就是 跟那个一样吗 和这个一样的 那也可以啊 装修了没有 不像别墅 我家那个 不像别墅啊 那可以带我去看看吗 哎呀算了 你要求太高了 我刚刚都说了 只是随便说说 就算你看中了啊 我家也给不了你那么高的彩礼 我也没有那么多的存款给你 哎呀 没有就算了 那就不了了 浪费我时间 啊不了了 浪费什么时间 你回去还不是 懒在床上看这个样子 你爸妈都不建议你来相亲 你懂什么呀 我要在手机上面找更好的 我告诉你啊 你爸妈不建议你来相亲 你就不要来相亲了 这样子浪费别人的时间 也浪费你的时间